最热门的新闻 最深入的探讨 焦点探索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两岸ING 越南排华暴动造成台商损失惨重 台湾和中国大陆政府同声谴责 进一步来探讨背后原因 中越南海主权争议是引爆点 在事件发生后 两岸也各自重申主权 而且大陆希望两岸能够共同捍卫 但是如何合作解决 此外中国大陆对外战略有何思维 访问大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 王高成观察探讨 欢迎王教授您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陆国台办提出两岸共同解决南海争端 指出过去已经提出了一些倡议 如果会在昨天也是回应了 马总统提出的东海和平倡议跟推动纲领 那么主要是强调主权无法分割资源可以分享 那么就您观察 双方是否有合作的空间 可以从哪些方面着手 目前双方当然有一些合作的一个空间 但是当然它也受限于国际的一个环境 我想第一个双方可以合作的还是在于主权的宣示方面 因为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南海的主权的宣示的九段线 也是依据中华民国政府在1949年之前所公布的一个U型线 以及我们所公布的南海的各岛域的位置图而来的 所以这种关于主权的一个宣示 当双方同时来宣达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历史的依据跟延续性 来确保双方对于在南海地区一个主权的一个确保 第二个就是像这一次越南发生这个排华的事件 对于两边中国人的一个攻击 所以两边的政府也同时发生来加以这个谴责 那也会对于就是相关国家形成一种外交上的压力 我想这也是一个双方可以合作的一个地方 第三个就是说当然马总统也提到了东海和平倡议 但是当然也希望运用到南海地区去 其实跟中国大陆的一个在过去以来 对南海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主张也很类似 也就是说也是先各自这个主权的争议 而共同的一个开发 所以双方也可以在国际上的共同提出这样的一个呼吁 当然我这边所谓的共同 其实还是各自的表述 但是方向上确实是相似的 那第四个就是说在实际上 当然在南海的一个部分的话 在资源的一个开发上来说的话 其实我认为说双方还是可以有一些合作的 包括对于南海下面这些水资源 那个渔业的资源 能源的资源来做一些共同的一些研究 探勘 甚至将来事实上也可以考虑 共同的一个合作的一个开采 我想这是双方可以合作的 另外就是除了这个能源资源之外 在渔业资源的一个也是所谓的研究 维护 以及在它的一个运用方面 我认为也是可以合作 另外在南海地区 像一些人道救援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双方各自的渔船发生 传难事实上可以基于人道的理由 来共同的搜寻协助来救援 那其实另外就是在共同打击犯罪方面 就是说如果南海地区有这个海盗截略 如果双方的一个船只遇到这种问题 可以双方来相互的一个资源 我觉得可以从这几方面 做一些实质上的一个合作 是 那么要推动这些 是不是可以进步来强化官方的互动 或是民间的交流 是不是可以有助于这方面的推动 官方的互动来说的话 目前当然比较并不太适合 就是说因为这是我提到了 就是一个受限于国际的一个环境 不过当然像这些的一个合作 其实还是实质上需要官方的一个互动 那这种互动我想 其实也可以透过各部会 来做一个交流 因为事实上现在像双方之间 在经贸方面 其实也已经有一些互动 在协商方面 另外像我们主管两岸事务的 陆委会跟国台办 也都已经有直接的一个会面 所以我觉得像这些议题 事实上也是确实 还是可以透过官方的机构 来做一个探讨 那如果说需要有一些 事实上的一个协商 或签订合作的这个协议 也是可以透过海基跟海协会的管道 来达成这个协议 那至于说像民间的一个互动 那其实在过去在两岸之间 在京下海域也曾经做过联合的 这个搜救的演习 其实这也是一个在官方 在背后策划跟支持的一个 共同的合作的项目 那么在民间方面的话 我想当然就更有弹性了 其实包括民间的学术机构 这个民间的事业单位 对南海地区的资源的一个研究 探勘 那甚至未来在一个开发方面 两边的像这个石油部门 这个企业 其实也都可以合作 所以我想确实就是说 从官方到这个民间 其实是还是有很多 这个互动跟合作的可能性 希望加强互动交流 能够凝聚共事 才能够有利于解决 接下来要请教教授的是 中国大陆领导人习近平主政之后 我们观察过去这一年来 从东海的形式的演变 到现在南海的风波看起来 您怎么样来观察 习近平他主政之后 对外发展 有什么样的思维跟战略呢 似乎是周边国家都有一些动作呢 确实就是说 中国大陆当然 它的一个周遭的一个战略 我觉得基本上 还是就是所谓的牧林外交 这个妇林外交 就是加强跟周边国家之间的一个合作 而且是和平的一个相处 增加的一个合作 不过就是从习近平之前到现在 中国大陆也非常坚持 一个主权的一个维护 包括在东海的问题 跟南海的一个问题 那么似乎在习近平上来之后 在主权的一个维护上面来讲 就比较更会愿意采取一些实质的一个措施 过去在胡锦涛时期呢 就是似乎是采取一个比较外交的一个宣誓 或者是一个外交折冲的一个手段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 中国大陆在处理这个问题呢 就采取的作为是比较实际一些的 比如说像在东海的问题 在日本把钓鱼台国有化之后呢 那么中国大陆接连派出了这个海警的船舰 他的一个飞机啊 还有这个无人飞机啊 这个都有来做一个这个巡逸 来确保他的主权 那么在南海地区 我们也看到他跟菲律宾 有这个黄岩岛的主权争议的时候 中国大陆都实际上派了这个海警船呢 去做一个实质上的一个驱离跟占领 那包括这一次在跟越南之间 在西沙群岛的游警的摊抗 当然这个游警的摊抗 也不是说从习近平时代马上开始 因为他也是一个长期以来的一个政策 也是大陆有感于就是说 他虽然宣称南海是他的一个主权范围 但是在资源的运用上来讲呢 确实比较没有落实 反而是像越南呢 跟菲律宾呢 其实在这个石油的探勘方面呢 确实做了很多 尤其是越南方面啊 所以中国大陆也有声音出来 认为说这样子来讲 等于是说实际的资源都没开发运用到 反而是给其他国家拿去的 所以他们现在也开始做一个石油的一个探勘 那我们看到这一次他在落实探勘的时候 态度也非常的强硬 也就是说在他选定了西沙群岛的探勘点之后 开始做一个深海探勘的时候呢 也派出了这个八十几艘的一个船只来做一个这个维护 那尽管越南船只去抗议呢 大陆也采取实质上的一个驱离 那么来巩固他的一个权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 伊朗当然我觉得还是所谓的一个 基本上和平外交了 但是在维护主权方面呢 确实并不软弱 也并不妥协 而是采取一个给他更实质的作为 来维护他的一个权益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习近平 掌政之后他的一个周边外交 一个重要的特色 外交实质作为转趋强硬 那么海上扩权 引发了东海跟南海情势紧张之外 未来美国势力是不是也会明显介入 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 对立是否会加深 我想也是未来我们必须要观察的重点 好 今天非常谢谢丹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教授王高成就两岸如何共同面对越南排华暴动 来进一步探讨中国大陆对外战略思维 提供深入观察分析 非常谢谢王教授 谢谢您